手持滿杯水 赤腳走過十公尺長的健康步道 非常的痛 以為只有這樣嗎 不止喔 還有一關 飲黃蓮湯 學生臉都皺了起來 因為實在是 好難喝 比中藥還苦 好像那個苦茶就超苦 面對人生的艱辛挑戰 就像這樣 鼓勵學生們做好準備 以積極正面的態度迎接吃苦 鼓勵我們的學生 面對挑戰不怕困難 不要忘記有很多家長 有很多老師 都是在背後默默的支持他們 背後有強大愛的力量支持 讓孩子們 可以勇敢的面對 他自己的人生 然後他可以吃的苦中苦 范為人善人 的確要成為人生人 可要經歷不少的艱辛 在這個活動當中 讓我知道人生 不會一帆風順 然後會有辛苦 我們要去克服這些困難 才會得到我們自己想要的結果 吃苦耐勞外 還要能自我設定目標 寫下自我期許 畢業前再打開來看看 是否有達標 讓人生精彩可期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道